胡适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袖 自由也是胡适思想的核心价值之一 但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胡适的这一价值观相当不认同 甚至带有嘲讽的意味 在天地玄黄之际 胡适对傅思念曾痛苦地说到 今日大多数人不看重自由 即使所谓少数知识分子 也不见得有多少人重视自由的价值 比如陶梦河 顶格之际陶梦河自然不会和胡适站在一起 作为社会研究所的当家人 陶梦河对诸家和的搬离要求 更是敷衍甚至羞辱 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命运 陶梦河后来在异域中去世 生前龚默若在中科院狠狠地羞辱陶梦河 甚至连国的老婆也喋喋不休 与陶梦河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吴有逊 这位刚烈的著名知识分子 根本就不吃锅木肉的这一套 与锅木肉公开的拍桌子